各位主内弟兄姊妹平安 各位朋友平安 欢迎来到浩然信仰与人生频道 那么呢 我们在这个频道呢 就是要探讨信仰与人生的道理 那么现在呢 看我手里哈 这个拿的是什么呢 圣经 对吧 这是中文版的赫尔本的圣经 但是呢 还有这个中英双语的圣经 还有呢 这个叫心灵版 最新版的 是在这个 叫心一本的基础上 翻译上的圣经 那么你看到啊 这本圣经呢 是个很厚 然后呢 这个圣经呢 它写作的时候 跨越时间带很长 那么圣经写完了以后 离我们现在的时间 也是非常久远 至少有两千来年了 然后这个神拣选的这个民族呢 犹太人 伊斯列民 那么他们呢 和其他国家 民族呢 那文化差距也很大 那么我们现在圣经呢 它已经翻译成了两千多种语言 那么呢 在世界各国啊 这个地球上 两百多个国家 去学习啊 去学习啊 去阅读啊 去拿圣经作为基督教的这个教义 核心教义来崇拜神呢 那么这个 大家有一个困惑啊 那么圣经这么厚 六十六卷书啊 旧约三十九卷 新约呢 二十七卷 那么从头到后 一堵来 哎 这个圣经到底是讲的什么呢 是吧 哎呀 一问的时候啊 很多人啊 不能说一问三不知吧 真的是不能说出一个 这个很 给出一个很好的答案来 那么呢 我受神的感动 圣灵的启示啊 那么呢 我也观察这个 这么多年以来 各个教派 宗派 流派啊 不同的语言的人 那么 哈 很少有一个概括处啊 用比较短的 然后把圣经啊 到底讲的什么 给一个很好的概括 那么呢 我呢 求神怜悯 求神帮助 那么呢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系列的视频 那么这个视频呢 讲来可能变成这个文字 是吧 中文 英文 和日文 那么呢 求神带领 好吧 那么呢 我现在呢 已经在前面呢 讲了这个46讲 那正好现在呢 一共是50讲 那么这 希望用这50讲呢 基本上能够概括 圣经到底是讲的什么 比如说啊 我在第一讲的是 讲的什么呢 圣经到底讲的什么 第一个是什么呢 圣经让我们讲 树立有神 以神造世界和万物的世界观 对不对 那么第二个又讲的什么呢 那么在这个 圣经啊 除了这个 探讨神啊 神与人啊 人啊 人与人 它这个关系啊 那么很重要的呢 所有写的一切啊 这个圣经本身是神 启示人来写的啊 那么圣经介绍的 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 整个过程 它是围绕着神 那么一这个神相 关系的就是人 那么这个人 那神创造 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 造成人呢 它是让人来荣耀神的 让神呢 来崇拜神 让人来爱神 让神来管理 天中的鸟 和地里 这个地里 海里的鱼啊 我们说 实际上是做 做神的仆人管理者 对不对 那么第二个我就讲什么呢 要认识人的本源和特质 那么我们现在社会呢 常常提到两个问题 这个这个问题 第一个什么呢 人权问题 讲人了嘛 就讲人权 所以讲这个人权的时候 说天赋人权 啊 什么叫天赋人权啊 圣经就告诉我们 是神赋人权 啊 那么现在还有一个观念 是不是啊 在世界上各地流行的 普世价值 啊 有的国家不承认普世价值 不接受普世价值 说没有普世价值 说谎 是吧 实际上呢 它有普世价值 对不对 就是大家一致认为的 人类啊 共有的这个价值观念 应该有的价值观念 比如说平等 自由 是吧 仁爱 是吧 公平 正义 和平 是吧 那么 基本的生存权 是吧 这些都是我们大家说尊重的 大家认为是重要的 我们必须说得到尊重的 OK 那么普世价值 它的来源在什么地方呢 根源是神所授予的 也是神所守护的 OK 也是神让这些普世价值 得到彰显的 被尊宠的 对不对 好不好 这给大家讲的 那么讲这些以后 你就对这个 我现在要讲的那个 就是说圣经到底什么 那有一个初步的概念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进入正题 为了节约时间呢 那么我都一般的不做祷告 请你原谅 好不好 那么呢 这个我们今天呢 就讲第17讲 第17讲什么呢 OK 第17讲是 是所有的门徒 都有传福音 完成大使命的义务 OK 那我在这个以前呢 是讲的耶稣的死在十字架上 为人的罪死在地上 那么呢 第46呢 是讲的耶稣死后 第三天复活 OK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 那么耶稣啊 他在升天以前 他颁布了一个大使命 我们这个大使命呢 主要出现在什么呢 圣经里第一本福音书 新约第一本福音书 那最后一章 第28章 那么第28章呢 第18到20节 那么说是大使节 那么耶稣呢 他知道他完成了地上的工作 他作为全人全神 那么父呢 要派天使 把他接到天上去 那么在天上 坐王 找王权 坐在父神的右边 对不对 那么他地上的工作 就交给圣灵来掌管 神的灵 圣父圣子圣灵 神的三个位格 最后第三个位格 还有呢 他具体做这些工作呢 那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那么其中 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核心的工作 因为当时 耶稣升天的时候 那么福音 还没有得到广传 也就是说 耶稣的思想 他的教导 那么信仰 只是主要局限在 耶路撒冷 伊色列 一部分区域里面 所以这个思想 如果不传出去 这个信仰不传出去 耶稣的名不传出去 那么这个东西呢 就在局限在某一个地方 甚至不排除 那么慢慢就绝迹了 所以呢 那么耶稣呢 他就颁布了一个大使命 就颁布了一个大使命 这个大使命是怎么说的呢 那不妨呢 我们大家基本上都能背下来 那么呢 我从开始的时候 然后呢 我就把这个大使命 给大家分享一下 看怎么说的 你可以打开你的马太福音 最后一章 最后的三节经文 这三节经文 我讲到 讲过这个很多遍 那么今天我拿在圣经里面 这个圣经到底是讲的什么 非常重要的内容 就是说 他这个马太福音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八节说呢 耶稣进前来 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都赐给我了 他说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OK 这个大使命呢 一般讲的时候 他分三部分 或者说分几部分啊 OK 那么 耶稣在这里 他就叫什么呢 首先说 这个圣父 圣子 圣灵 神的第一个位格 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是吧 看不见 摸不着的这位神 他呢 把这个圣柄 掌管万有 这个圣柄啊 全部的 天上地下的 都赐给了他的儿子 赐给了他的儿子 他儿子是谁啊 就是耶稣 他就是耶稣 这位 这个 道成了肉身的耶稣 降生了伯利恒 是吧 然后呢 在地上 传播天国的福音的耶稣 这位为世人 行神机 这个 调导 然后为世人的罪死 在实际上的耶稣 那么最后 从死亡中 又复活了的耶稣 那么这位耶稣呢 在他生天以前呢 他把这个 父神 给他的这个 受理全民 做了一个宣告 在这个宣告 受给他了 他现在 根据这个宣告 他就对他的门徒 颁布一个大命令 也可以说 也可以说 嘱托了 给他们 给他们这个 嘱托啊 哎 这个 颁布了这个 这个 这个使命啊 这个大使命啊 告诉他们啊 你们要去 使万民 做我的门徒 奉 父子 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OK 这里那种 非常的丰富啊 今天的主题 不在这里 所以不想说 主要 他所的意思 就是什么呢 因为耶稣 他到地上来 他一个 非常重要的 把父神的旨意 然后呢 通过他 来实施的方法 那就是说 他要建立 他的思想和学说 OK 然后呢 奉父神的名 然后呢 造就门徒 通过这些门徒 然后呢 把他的思想 把他的 把他的这个信仰 发扬光大 然后传到全世界 全宇宙去 对吧 传到全世界 那么让他们 他带了这些门徒 使徒们 他当时带了 大概有四五百人 一共啊 是吧 然后呢 让他们 都明白 这个圣经的道理 都明白 耶稣的教导 是吧 都明白 耶稣的教导 那么呢 归于耶稣基督里面 归于这个神里面 归到神里面 那么呢 还叫做什么呢 他们自己要身体立行 而且教导 带着门徒呢 能够遵守这个教导 是吧 那么这样的话 那神呢 耶稣呢 他就一直遇到 与他们同在 直到他再来的时候 讲这个道理 那么呢 这个里面呢 告诉啊 就是说 我们说呢 圣经整本 他讲的一个道理呢 那么 非常重要的道理呢 那就是说 耶稣啊 让他的所有的门徒 他当时 所招立的使徒 后来跟他的门徒 还有通过他的门徒 所带的门徒 这个就包括 我们现在已经信耶稣 成为基督徒的人 然后通过受洗 归入耶稣基督徒的 然后啊 这甘心乐意 跟随基督的人 就包括现在 我们现在听的人呢 你 我 他 这些人 那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义务 干什么 要传福音 建造教会 带 带门徒信主 然后呢 跟随耶稣 那么呢 那么这个就要求 什么人呢 不管你信主多久 那信主第一天开始 那么你就有这个义务 去带人信主 带人信主 那比如说啊 我最早的信主 是2001年啊 11月24号 对不对 那个圣诞之夜 那从那信了主以后 那么呢 我逢人就讲耶稣 然后呢 逢人呢 就不管上飞机 还是到这个出差 还是说在这个社区里面 那么在这个大学里面 在跟随机构的 那么就讲受这个信耶稣的道理 你每一个人 那么生下来 你可能自己也觉不到 但是呢 我们都是戴罪的 那么这个罪呢 是从我们的始祖亚当 亚瓦所来 那么你会遇到 各样各样的问题 这些所有的问题的根源呢 归根结底 是在罪上 那么这种罪是人 我们自己说 不能这个自己解决的 OK 就像一个老鼠 进了一个大缸里 他跳不出来 那怎么办呢 神给我们预备了一条路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那神就给我们救恩的路 在使徒行传 第四章 第十二节 就说 天上人家没有 赐下别的名 可以靠着得救 Right 这个只有耶稣这一条路 对不对 那么约翰福音 三章十六节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让一切信他的 不知灭亡 反斗永生 OK 那么分享自己的道理 那这个呢 在大学啊 然后在这个机构啊 就可以传福音了 那么呢 传福音的事 传福音 我做一个简单的经历啊 我有一次啊 正好出门啊 然后去到 我记得是到 哥斯大利加 还是说回国的时候啊 正好在这个机场 都碰见了 这个六 十几个吧 这个留学生 他们 对 到哥斯大利加去啊 他们是法国来的 他们到这个美国 一个地方啊 去这个进修医学 那么马上 我就用几分钟的时间 跟他传了福音 当场只有三个人 信耶稣了 啊 是不是 哎 这就是这么做的啊 那么信了啊 这个呢 作为一个大使命 你要完成这个大使命呢 这是我是做传道人的啊 OK 那每一个人 我也看到有的姊妹啊 有的弟兄啊 非常的热心 他的目标是什么呢 每个星期 带一个人信主 啊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目标啊 我们每个人都有目标 那么有一个姊妹呢 他向几千人传福音 对吧 对吧 这是带信 哎 传这个 就是耶稣这个大使命啊 不仅仅 这个 他不停留在 只是让人信耶稣这个层面 后面他说了啊 你要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那么在这个教会里面 耶稣啊 他这个 这个 就是建树立 这个树立了 确立了两大圣理 这两大圣理呢 第一个 那就是说守圣餐 那么守圣餐呢 是耶稣呢 在他这个 走向十字架以前 那个晚上啊 他让这个 那个最后的晚餐的时候 他确定的圣餐 对不对 那么大家呢 通过吃 吃这个饼喝杯 来纪念主 是吧 那另一个呢 就是受洗 那么通过这个受洗呢 耶稣基督带自己带头受洗 他受洗以后 是吧 那么神的灵就降下来 是吧 那么啊 这个他就受洗 然后通过受洗呢 归入基督的身体 归入教会 那么这里呢 你这个啊 从基本意思呢 字边的意思是受洗 OK 那实质上呢 是通过一种仪式 通过圣灵 对你这个 施洗 让你 归属于 这个神 这位神 是独一的真神 也是三位神人 要奉父子 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那么其实呢 耶稣 奉父子 圣灵的名 同时呢 也是啊 把你 这个通过 受洗这个仪式 在众人的见证之下 你自己下定的决心 发着誓言 要归入 从今以后 我要归入神 我要属于神 OK 我生活在世上 是啊 在地上 这个做光做眼 啊 我是在地上生活 那么呢 那么我在 我的身体 我的全人 全神 全灵 那么都是属于神的 OK 那么这是基督徒 和其他 非基督徒的重要差别 OK 对 我们所以呢 我们每一个信徒啊 都有义务 一个是传福音 再一个呢 身体力行 建造教会 OK 那么奉父子圣灵 这个给他们施洗 那么这个过程 就是一个建造教会的过程 它不是当天受洗的仪式 那是一个 是一个事件 那是一个呢 这个一个 一个形式 那一个形式啊 那里面的 关键是说 OK 那么我们信主以后 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改变 那么我们信主以后 我们做什么啊 通过一个塑造的过程 是吧 你参与这个过程 你自己就是在这过程本身 是吧 你可以在一个团队里 通过团祭啊 然后通过 这个祷告会啊 通过这个读经啊 通过大家一起崇拜 是吧 由神来动工 让我们呢 每一个人啊 就参与到这个教会的建筑过程当中去 那么呢 这个啊 那么这样的话 耶稣说了 还有一个事情 他说 那么他说了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那么圣经呢 它是文字 它是用文字 表达着什么呢 信仰和思想 是吧 那么表达这个信仰思想呢 这里面呢 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 是吧 创世纪呢 对不对 从创世纪呢 对不对 旧约全书 是吧 它这个从这个创世纪呢 第一章开始 一直到呢 最后的启示录 是吧 对不对 都是什么呢 最后的启示录啊 对不对 都是神的教导 那么这个教导呢 那么我现在 现在做的这个啊 就是圣经到底是讲的什么 那么实际上是教导的核心内容 OK 通过这个神使用我 能够用圣灵感动 然后去归纳总结 结合历史 结合文 这个现实 那结合我们人 结合我们人和我们的社会 那么呢 把这个呢 神所说的话语 归结起来 呈现给大家 呈现给这个世界 OK 求神悦纳 这个过程 那么他是呢 凡耶稣所吩咐的 那么耶稣 有的是耶稣亲自说的话 是吧 这个非常重要 比如说登山保训 是吧 人活着不单靠食物 乃更靠神所 口里所说的一切话 是吧 这个主导文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上 是吧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啊 除了这个以外 圣经从前到 从头到尾呢 都惯常着一个思想 那就是耶稣 对耶稣 那么这里面有的并非一定是耶稣直接亲自说的 连旧约里的话语 是吧 是神通过先知来说话 那么耶稣呢 他是圣父圣子圣灵的第二个位格 OK 那么耶稣就是神的彰显 耶稣就是神的代表 是吧 他本身也是神 是吧 所以呢 这里面呢 那么神的话语 就是让我们遵守的 最简单一点 就是比如说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呢 十诫 对不对 除了耶和华以外 你不能崇拜别的神 对不对 不能偷盗 是吧 不能奸引 是吧 对不对 不能做假见证 是不是 OK 所以这个呢 他要求我们遵守 那么我们关键是 这个有要吃手 要遵守 对不对 那么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义务 没有这个义务 那么呢 如果你过去呢 做了这个义务 觉得这个是牧师的事 或者我觉得 觉得我自己做的不够的 现在呢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那么这个 这个传福音 去建造教会 去遵守神的话语 是非常有意义的 OK 那么这就是塑造 每一个人的过程 基督教对世界的影响 一方面 是改造人们的思想 OK 另一方面 让他这个门徒 基督徒啊 去在世界上 去做光作严 去行出来 对不对 那么现在 这个西方发达国家啊 这个整个人类近代文明 它的宪法 法治体系 那基本上呢 也是这个基督教的 这个信仰 这个思想去 去形成的法律 是吧 形成法律 所以呢 通过各种形式来贯彻出来 那么最后 能打到这个神 他啊 创造宇宙万物 按他的形象 来造人 等事啊 等这个时候 满了的时候 天上地下啊 所有的都在耶稣基督里 合而为一啊 达到这个目的 好不好 那么今天呢 我就把这个啊 这个这个圣经 到底是讲的 第讲的什么的 第47讲啊 那所有的门徒啊 都有啊 都有传福音 完成大使命的义务呢 啊 给大家这个 做了一个 这个讲节啊 OK 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呢 希望大家呢 好好思考这个问题 好 那希望你转发 点赞 分享给你的朋友 家人 是吧 那么呢 让我们一起来热心 找到这个圣经 啊 这个啊 这个 就他的现代意义啊 那么解决我们现在面临的 世界上面临的 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危机 好不好 那么呢 在你这个右下角啊 这个优管 那个右下角 subscribe 稍微一点 那你就可以点击 就可以订 就算是订阅了本频道了 是吧 那么呢 这个 也是对本频道支持 也是对福音的支持 那么 谢谢 OK 我们再见